她是网友公认的奶奶 凭借烟嗓和颜值成功杀出重围 只因搞笑的灵魂成了无数网友关注的对象 平日里会秀恩爱 也会秀自己的歌喉 他和冯万宁是CP组合 两人之间的日常也会在社交媒体当中进行记录 很多网友喜欢他们 也是因为婉安的性格非常活泼 婉安是一个特别有趣的姑娘 不得不说她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给予更多的人是非常有意思的一面 如果说她其他的账号是用于记录自己的搞笑日常 那么这一个账号绝对是用于挽回尊严的 在这个账号当中 婉安一直走的是颜值路线以及才艺路线 不少网友都表示还是逢万宁高派了 毕竟婉安一换装 这小气质一下子就上来了 因此也让很多网友羡慕 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个神仙女朋友 之所以要叫她奶奶 也只是因为婉安平日里熬夜太多 两个黑眼圈实在是藏不住 素颜状态之下确实是挺有年代感的 可是装益加持就恢复成了漂亮的小姐姐 难怪有网友会不断地对她进行调侃 其实更多的网友知道 婉安是一个性格非常随和的女孩 因此即便对她开玩笑 她也不会太在意 平日里她会分享自己唱歌的视频 她那独特的电影嗓子也是迷倒无数的网友 当然她也会分享自己的一些有意思的拆盲盒过程 一次婉安在拆盲盒的时候 兴致勃勃地以为能够开出隐藏款 结果一不留神开出了两个一模一样的小配件 可把婉安气得够呛 的确生活就像盲盒 永远不知道下一秒开出来的是什么 对于婉安来说 现在最幸运的就是有一个疼爱自己的对象 并且能够和冯万宁在一起 为大家展示属于他们的恩爱日常 也能够用镜头记录下自己的幸福时光 婉安是一个颜值和智商双在线的女神代表 不仅让很多人看到了她性格当中活泼可爱的一面 也让人看到了她与众不同的样子 生活当中有趣的灵魂 才能够为大家带来更多的乐趣 也正因为婉安的与众不同 因此她得到了更多网友的青睐和照顾 不得不说婉安更多的是 给人一种非常亲切的感觉 她接地气的素颜以及化妆之后的经验 都是让人看到了一个女孩最真实的模样 如今的婉安依旧是那个喜欢唱歌 喜欢大笑 喜欢在淑女和女汉子性格之间 来回切换的可爱博主 她和冯万宁的恩爱日常也是让人非常羡慕 您喜欢这样一个有言有才的小姐姐吗